此次朗朗与祖宾梅塔以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强强联手演出在国内还是头一回,因此和外引人注目。 祖宾梅塔是当代古典音乐界最优秀的指挥大师,他与朗朗合作的肖邦第二钢琴节奏曲,被中国音乐界认为是一场穿越过去与未来的音乐对话。 而朗朗作为第一位与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美国五大乐团等所有一流乐团合作,并在全世界所有著名的音乐厅举办过个人独奏音乐会的中国钢琴家,在弹曲与梅塔大师的合作时还是兴奋不已。 很多世界级指挥家没有。 而拥有一百六十多年辉煌历史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则体现着最纯正的维也纳风格,全乐浑厚线条新奇。 此次乐团为中国乐迷献上了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曲、英雄生涯、海顿的伦敦交响曲以及舒伯特的第九伟大交响曲。 端台记者许判判,刘刚,北京报道。